Nada, This is Derek 今天影片推出的時候 我相信新年應該是未過的 所以在這裡恭喜發財 珍藏力見 金人滿屋萬事以年年有餘 夢想成績 夢想成績好像不是 總之就是身體健康 肺炎快點過 大家可以再飛回去鄉下 去日本吃Sashimi 吃壽司去滑雪 這條影片其實就是這個 我要找數一萬訂閱Q&A 就是我拍了一個月終於都找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拍這麼久 不過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我新年的傑作 因為禁止外面的髮型屋全部都關掉 所以我是自己剪 前面呢 過得去 後面就不好看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再次感謝大家幫我完成了 一個一萬訂閱的里程碑 所以在影片的最後 我都會抽出五個觀眾 我就會做一個小小的給付 所以如果想參加 大家記得看到這條影片的最後 還有 既然是新年 也在影片之前 請讓小弟做一個廣告 就是 小弟的會員功能 開通了 歡迎大家成為這個 小弟的一部分 支持一下小弟的創作 多多益事 少少無虛 隨心 即是 我本來都沒有打算按開會員功能 但是咦 原來我都可以回饋給大家 例如我自己喜歡拍照 即是加入會員之後 你可以有一套電話手機的wall paper 我就會定期更新的 例如我之後可能會放一些旅行的itinerary 也例如我旅行會寄 postcard給大家 會買手信給大家 大家可以幫我投票去哪裡去旅行 等等等等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支持一下我 以及支持一下小字幕 就可以按進去了解一下 這個會員的制度 多多益善 少少無虛 隨心 那好了 我們的一萬訂閱Q&A 開始 那開始之前 有點少得 So the water 醒神 開始 那第一題就是問How old are you? 其實我應該有講過幾次 我就是26歲 那今年呢 就應該27歲 那最後三年呢 就應該30歲了 Do you love me? 當然 這些問題不用問啦 是不是小時候已經那麼黑了? 是 經常呢 小學的時候已經有人笑我黑了 就是好像 常常都曬焦了 那但是呢 我又有一個很容易白 又很容易黑的人 就是譬如你扔我出去晃兩小時 我就會成為黑炭 那但是呢 如果我不曬 就會變白了 帥啊 古天樂 是不是在外國讀書 那我就不是在外國讀書的 我在大學呢 在科大讀 Master呢 在KongYu讀 那但是呢 其實我是很想外國讀書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們會不會都是這樣的呢 香港人總是有一種思想 就是浸個鹹水呢 你永遠都比較厲害 就是雖然呢 你浸個鹹水 英文回來都未必會噠噠聲 但是 我會覺得是眼界大開 就是其實我以前有機會 例如我DSE 我是第一格DSE的 考中文呢 其實我很廢 例如80分呢 我只考到18分而已 但是整篇文言文呢 在DSE我是看不明白的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 考中文我是很怕自己失敗 然後考完之後呢 我就去報那些叫什麼 美國的community college 因為他們會走不接去大學的嘛 但是因為之後Juplus 就收到 或者入到科大 所以就 沒有去外國讀書了 可能去了外國讀書 眼界開了之後 因為這個世界很大嘛 你會發現 就好像我去88中南美一樣 那可能會有 第二個人生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問 就是如果你回去問多一次 會不會學我讀書呢 我的答案應該99%會 對 開始拍片的原因 這個是要追溯遠古時代 總之我就是一個很喜歡去旅行 然後那時候 對拍照有點興趣的人 但是每一次去旅行回來 我就會覺得 一些照片放在手機上 或者放在電腦上 有時候你會覺得你想看一些照片 你都不會拿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迷上 看那些旅行Vlog 看別人怎樣拍照 看別人怎樣拍片 那些YouTube 然後我就會覺得 咦?原來 如果做一條片 去記錄自己的旅行 那也挺有趣的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我拍了一條 是 叫不叫小事牛都 我去了瑞士旅行 我拍了一條 沒有說話的 就這樣拍片 我拍了一條片 拍完回來 我又覺得好像差一點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對著鏡頭說話呢? 藉此就發生了 88小時藍尾 我想要休息 就開始拍片了 但是其實 如果你是很舊觀眾的時候 你會知道 其實我一開始拍給我 和妹妹拍 之後因為風格不同 所以就分開頻道 但是 我拍片的原因 就是想記錄自己的旅行 回到來之後 我沒有想過 原來這個旅行 改變了我自己固有的想法 就是遲了職 去追尋自己想做的事 我沒有想過 這麼多人 是認同我這個想法 就是 Life is an adventure 所以現在的衝景 就會 由想記錄旅行 變成想成為一個想 inspire人 去追尋夢想的一個人 但我還未做到這一步 但我希望 有新之年 我可以做到這一步 但當然 我也想拍一些旅行片 我也想繼續去旅行 去explore這個世界 對 拍旅行Vlog 去到當地才拍 還是後製剪回故事 還是腦袋有記錄的 然後去拍你自己想拍的畫面呢 其實 你是很容易就分得出的 例如 我去古巴那條片 和我去南極那些片 你就很明顯會知道 我是有個計錄 還是我是隨心所有敢拍 在南極 所有事情都很自然發生 我只要拿起機 和Tabber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個計錄 又或者你可以這樣說 一個旅行有既定的行程 我就不會有個計錄去拍 但例如我去一個城市 在一個城市裡面 去探索 例如是古巴 波納斯阿尼斯 又或者是基多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即是你很少 跟別人有些火花拆出來的時候 我就要找些東西去塞滿那個 content 那些你就會看到 其實我是有些東西 我做了Research 才再放到影片裡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喜歡看些什麼 大家喜歡看些有 content 還是喜歡其他 我跟Tabber 嘻嘻哈哈的影片 不如大家告訴我 哈哈哈哈哈哈 但重點是 預先Planning是剪得快很多 可能快一半的時間 但我比較喜歡是拍一些 沒有預先Planning的影片 因為所有事情都很自然 是不是從小到大都這麼外向 不怕醜撩人說話 喝水 不是 應該說我是一個 中間偏內向的人 即是譬如 你說我喜歡留在家 還是喜歡外出 我喜歡留在家 我在留在家 整個月都沒問題 所以Lockdown對我來說 沒問題的 我治愈能力很高的 而再另一個例子 就是譬如 有一堆人 去做事 去一些社交的活動 那你說 你會喜歡跟一些熟的朋友 為一位 還是會去接觸一些新的人 我內心呢 我是喜歡跟一些朋友 為一位的 但我知道我要去接觸新的人 所以我會去接觸新的人 即是 怎麼說呢 我內心是內向 但我不怕去認識新朋友 所以我是內向的 中間偏內向 What's your favorite activities 除了拍攝和拍照 我覺得 拍攝和拍照 已經是一個 活動 但如果你問他 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呢 看電影 我很喜歡看電影 看電影 近來我看了很多 Netflix 多了大家的推薦 麻煩大家再推薦多點來 我不知道這個 封鎖到什麼時候 我看了這個 Money Heist 一年前的Money Heist 很好看 即是我很欣賞他 如何設計 例如他要穿紅色衣服 例如他用地方的人 去設計那些人的名字 例如 他的首 那首歌 到現在我也每天都在唱 例如我看Alice in the Borderlands 例如我看了Lupin 又在看Stranger Things 我是一年前的Netflix 所以我不太追求新的Netflix 因為我知道 我一開劇 我會停不到 還有打網球 近來拉一條線 近來 5年前 興趣 近來拉一條線 會不會出相集和相關的產品 會啊 我想啊 不過相集和做不做到 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出相集之前 其實我要 怎樣才可以出到相集的 最低門檻 就是我要拍一張相 而那張相片 你一拍出來 是別人一看 就知道是你拍的相片 我會說 那張相片要有靈魂 例如 我有些很欣賞的攝影師 例如 Pat K 你一看就知道那張相片是他拍的 很藝術 音質很cool 很minimal 例如是Sam Alive 那些顏色是很漂亮 很warm 很natural 很秋天 很golden hour 例如Elaine Lee 例如Victor Chang 例如YK 總之這些相片 你一看就知道是那人拍的 但我現在還未做到這個地步 我仍然在摸索 所以我覺得攝影是一門藝術 永遠我都追求不到自己最滿意的狀態 有時可能你覺得那張相片拍得很漂亮 但我總是覺得那張相片是欠缺點東西 就是欠缺點自己的靈魂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什麼 所以1999就這樣誕生 就是攝影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總之是一種藝術 而藝術的東西 懂得鐵嗎 但總之就是未找到自己的靈魂之前 我是不會出相關的產品 但手機Wall Peeper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加入Membership 即入式廣告 如我練習自己的攝影技術和改善方法 我會說 我的攝影都是在YouTube看回來的 還有看多些人來的作品 有時也要看一些攝影例外的東西 例如你要看一些藝術相關的東西 或者看一些雜誌 可能看一些畫 會衝擊一下自己的inspiration 所以沒有一個特定的圖 因為攝影是一部藝術 不過我遲些 我也想拍攝這個攝影1999 下個星期 新年結束後 我會拍一些很簡單 例如用一些電話拍攝的 照片 到時大家麻煩支持一下 拜託 有沒有很欣賞的攝影師和 content creator 剛才說了一些攝影師 Videographer 有啊 我相信大家都喜歡過幾個 例如 Sam Coder Ben TK Denis Schiffer 但我開始有一點覺得 大家都在追求他們的風格 的時候 我就不想跟他們的風格 我想自己有自己的風格 即是 你現在看到那些 拍攝者 在2021年 他們怎麼拍的呢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最近很喜歡一個日本的Videographer 他叫Oksou 他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拍攝手法 他全部都有一些很簡單的轉場鏡頭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那個是他的作品 所以 總之對我來說 有自己的風格就是最高的境界 一個藝術的最高境界 為什麼你這麼忘膽 但是影片又很高質 因為天生的 為什麼這麼堅定可以想做自己做的事 不止於開始的力量 而且經歷ups and downs都很堅定 我只可以說是 88天中南美啟發了我 有人好像打開了你的腦 令你跳出了這個香港既有的框框 一不完業就要做回自己畢業做的行業 但其實也沒有停下來去想過 究竟自己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或者其實就是被自己賺的錢蒙蔽了 而我辭職的時候 其實我也去到一個極之難取捨的地步 或者其實我本身也不想 是一個這麼安穩的人 不過很大的題目 還有如果要再解釋我之前的故事 都是一件很大的事 其實我上年10月的那條辭職片 我是沒有說完所有的事情 遲些我再分享給大家 現在還不是時候 遲些 遲些再分享 下一條 可以分享套務工程師的行程嗎? 可以啊 這個很搞笑 一個女生問 通常女生是不會有興趣 想做這個土木工程師 不過 你想知道些什麼? 簡單來說 做土木工程師 就是香港你怎麼都可以做 因為推什麼工程都可以批 通過 但是 如果你是女生 你是超級著數的 那是真的 什麼時候才有南美Q&A 我也想拍 其實有很多旅行內容 我也想拍 例如 旅行的小Hex 旅行用品的介紹 例如旅行的行程分享 例如 南美Q&A 不過我覺得現在還沒有時候 可能會拍的 但是你們會不會看呢? 即是 現在都不能去旅行 我覺得那些旅行 相關那些題材的影片 都不會有太多人看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拍 如果通關之後 第一個想去的地方 是哪裡? 還有會去幾天? 還有會不會再有另外88的系列? 嘩 我有很多地方想去 1.北海道 我很想再去北海道 上次我去是 剛剛好 那些紅葉是落了 但是呢 我是很想去看櫻花 我一輩子都沒看過 看紅葉 去北海道滑雪 去吃這個三文魚子 加樂 海膽 薯米 辣子 死味 總之我就很想去日本 其實去日本 我去任何一個地方 我都很想去 還有 我是想跟我家人去 因為很久都沒有去過旅行 還有其他地方 例如 紐西蘭 都是一個 Bucket List裡面 租過那些露營車 那我去到哪裡? 停到哪裡? 睡到哪裡? 拍到哪裡? 就是從這個南島玩到北島 有沒有觀眾是紐西蘭的人? 例如我會想去加拿大 加拿大又是想租那些露營車 去環島一次 那我不知道 我是比較喜歡大自然的人 所以 如果你拋我去歐洲 嗯... 都不是沒有地方漂亮 但是我會比較喜歡去一些很廣闊 例如冰島 啊!還有啊! 差點忘了說 被人罵死 我想去南非 南非我想探討 因為之前不是說 他中了COVID 他現在好了 生歐歐的 還能走得走得走得 但是我很想去南非 因為他說南非 即是南非 是世界上最項目的遊客 一定要去的城市 那他應該會招待我的 所以我南非是 我的Bucket List裡面 第二項目的位置 日本和我家人先去 然後去南非 出過這麼多次最難忘的事 很多 例如... 不說著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想去? 有沒有打算去西藏? 西藏當然有啦 我想你喜歡去旅行 你也會想去西藏一次 是否擁護基本法? 擁護擁護 通過 接著就是問一些 關於英國的問題 例如 你目前為止 在英國最不習慣是什麼? 你去英國是不是LTR? 你會移民英國? How are you liking the UK so far? 又或者有人問我 有什麼你最討厭英國的? 那我一次過回答 但是其實我告訴你 說英國這個題目 是很難說的 因為你不可以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可以說的 但是總結而言 其實我來了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就禁止了 所以你說我看英國 我還沒看得很全面 但是這裡給我感覺 首先就是 最近天氣好了 但是天氣呢 對我來說 所有事情都是對我來說 英國的天氣 是南部會好很多的 我想中部和北部 就會經常下雨 而下雨就會影響心情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第二樣就是 其實這裡和香港是差不多的 例如你下街看到一些牌 看到一些馬路 看到一些紅綠燈 其實是和香港大同小異 所以好在乎你是否一個 很喜歡英國風格的人 就是英國和美國 你是喜歡比較普遍 還是比較普遍 就是不是說英國不普遍 不要認錯我的意思 純粹我會說 英國比較普遍 比較普遍 比較普遍 比較古老的建築物 但是我自己呢 我就喜歡一些普遍的感覺 這裡交通很方便 例如你 其實你可以不用車 你可以在英國各大城市生活到 而且你穿州過省 因為英國的國土不是很大 所以穿州過省 做任何的工作 是非常方便的 再加上你去歐洲很近 即是你去歐洲旅行很近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移民過來呢 因為我來一個月 還有我自己都有另外一些選擇 例如加拿大 例如澳洲 都可以做這個技術移民 但是應該都是加拿大和英國之間選擇的 澳洲呢 雖然技術移民我是可以 但是它的分數要太高了 因為很多人都要有在地的澳洲 你才可以加分去移到澳洲 那我認為你又要再去讀書 我不覺得我現在要再浪費兩年的時間 去讀一件 我不知道在讀什麼的東西 所以 剩下來應該就直接 找加拿大和英國之間的選擇 所以最後的決定呢 不知道 不過我會 告訴你 所以按鐘仔 那好了 今晚訂閱Q&A 就到這裡了 其實很多問題我都答不完 那 那 留下子集吧 一說到口水乾了 所以 喝口水先 那到最後了 就是來到我這個Give-A-Way的環節 因為我現在還未回到香港 所以我打算抽出五個觀眾 那我就會去搜索一些手信 那你是永遠都不會知道我送什麼手信給你的 是一個很驚喜的手信 我猜是吧 我還未決定的 那所以怎樣參加呢 就是我在推出這條片的時候 我應該在Instagram就會出了一個post 那大家只要在我的post下面 然後呢 tack一個朋友 那類似當是分享我這個頻道 出去啦 每一個comment 就代表一個entry 而我在deadline 就等於 什麼時候讓我回香港 的時候呢 我就會抽出五個觀眾 那我就會送五個手信 連同我 我印出我自己在這裡拍一張我最滿意的照片 送給你們 當post card 那就是這樣啦 這個Give-A-Way的玩法 可能沒有人參加 哈哈哈哈 Anyway啦 那多謝大家再次幫我完成了一個1萬訂閱的里程碑 那還有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的會員制度 記得like、subscribe和comment 繼續share這條片出去 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條片 下個Q&A 就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哎呀 忘了再說一次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其實就秒了 如果你請 Rover 蓋住 順利 我們趁少人 可以聊天 程序